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自上任后不久 就在反腐败和转作风上烧了两把火 并且为此出台了习八条 试图要挽救中共的形象 不料官场的各种奢侈浪费 公款吃喝之风依旧是我行我素 由名转案 外界评论习的形象救党路线 根本无法拯救已经自内而外腐烂透顶的中共 据大陆官方数据表明 中共官员每年公款吃喝开销已经达到了3000亿元 而公车消费则达到了每年4000亿以上 占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13% 官员利用国家资源和纳税人的钱 过着穷奢吉尺的生活 并且形成惯例 而百姓对此深恶痛绝却无能为敌 刚刚上台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看到了这一点 为了转变中共党员的形象 他推出了八条新规 起初似乎洗八条真的起了些作用 公款吃喝现象在高档酒店明显减少 但也只是昙花一现 很快中共官员由明转案 私人会所隐秘餐厅成了他们新的阵地 甚至奢侈更甚从前 那么现在习近平搞的这套七八条什么转着风啊 这都是毛泽东的那一套 转着风掩盖的是转制度 这个没有制度没有公民的监督 这个社会这个党它是不可能真正连接的 据大陆中央电视台报道 藏身在北京公园古四河胡同的私人会所 不仅位置隐秘 用餐价格高 更能提供在普通高档酒店享受不到的尊贵服务 因此已经成为中共官员最新的战场 西八条也变成了一支空文 所以它现在的西八条那只是一个着秀而已 一个让腐败转型升级为一种新的形式 宾馆不能吃了我就在私家会馆吃 实际上是一样的 像这么些事情 转着风从中共几十年来什么四菜一汤的标准 不知搞了多少汤 最终的实践证明都是毫无效益 它只会比的腐败走向更高的形式 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合力撰文指出 习近平上台后 他的政治化装师正日益继夜地营造所谓习近平风格 目的是一方面树立习近平的威信 同时维持千疮百孔的中共永久执政党地位 评论人士指出 公关就党路线治标不治本 已经无法挽回击中难返的中共统治 中共它本身现在就是一个大毒瘤了 而且是这个晚期的这种毒瘤 那习近平他个人来讲 当于是这个毒瘤当中的一小分子 他现在所谓这个习八条 用一个比喻来说呢 就像一个人机体呢 到处是溃烂这样一种局面 它那习八条连个狗屁膏药的作用 其实都起不到 习八条肯定是救不了中共 因为它的关键 它是穿新鞋走老漏 它实际上是在用毛泽东的办法 毛泽东的办法就是 相信由最高领袖监督官员 由党内监督来治理这个党 它最终也是让这个党 政治上腐败的一塌糊涂 那毛泽东自己的说话 当时就是三分之一的政权都烂掉了 评论认为 目前为止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挽救中共党内的腐败 和他在民众心目中独裁专制的形象 无论是所谓政改 还是习八条想达到的形象改革 实际上说中共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了 它已经是不能救了 就是你要把它扔掉才行 不然的话它就是祸害国家的 所以不管是哪一个人 他有一定的理想 他想说救这个国家来讲 他都应该去想怎么去解体中共 然后从另一个角度去救这个国家 而林河里说 习近平的漂亮语言尾数 包装不了他极端保守的思维 林河里质疑 习哪些党八股式的语言 能打动哪些他所谓缺乏信仰 精神上缺盖的党员吗